我们上帝的教会是遵守上帝法度的教会 因为我们在恩典的遵守上帝的法度 所以是拥有进入永恒天国保证的教会 所以今天以我们要遵行上帝的法度为主题 和各位一起查考一下上帝的话语 让我们都成为完全遵行上帝诫命的人 而不是效法这个没有上帝律法的世界 希望我们都能成为完全顺从圣经和众先知的教导和吩咐的 现今时代的天上百姓 今天和各位一起通过圣经来查看一下 因遵守上帝的法度而得福的势力 和因不遵守上帝的法度而受到上帝的刑法的势力 宇宙中有宇宙的法则 天上有天上的法则 这地上也有地上的法则 同样上帝为了赐予我们天上百姓救恩 制定了天上律法 若偏离或不遵守律法 就只能犯 无法找到回天国之路的愚昧知识 上帝为我们制定了救恩的原则和律例 我们通过耶利米书九章的话语来查看一下 看一下耶利米书九章十二节的教导 九章十二节 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事 耶和华的口向谁说过 使他可以传说 遍地为何灭亡 干礁好像旷野 甚至无人经过呢 耶和华说 因为这百姓 离弃了什么 离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 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 只随从自己玩梗的心形式 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随从重巴里 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 看啊 我必将阴沉给这百姓吃 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 我要把他们散在列邦中 就是他们和他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列邦 我也要使刀剑追杀他们 直到将他们灭尽 若查看耶利米书九章 就会发现 不遵守上帝律法的人 将遭受多么严重的灾殃和刑罚 上帝通过耶利米先知 给予了关于此后果的严厉警告 但现今世上众多的教会 完全无视上帝的约言 律例 典章和法度 毫无疑问 天上有为了拯救我们 而特别制定的约言和法度 惊吓一响 耶利米书九章中记录的话语 上帝说 他们离弃 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 没有遵行 也没有听从我的话 看啊 我必用刀追赶他们 直到灭绝他们 查看一下旧约中的一些例子吧 看一下历代之下十二章 避代之下十二章一节 罗伯安的国坚力 他强盛的时候 他做了什么 他不遵守上帝的律例和诫命 但他的国家依然强盛 兵丁众多 所罗门王的儿子 罗伯安王在国家的力量达到 让周围的列国不敢挑战后 就抛弃了上帝的律法 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 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 百姓们看到王儒此行 也纷纷效仿 二节 罗伯安王第五年 埃及王士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一位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 当他们抛弃上帝的诫命后 不幸的事件接踵而至 三节 士撒带战车1200辆 马兵6万 并且跟从他出埃及的路比人 苏基人和古诗人 多得不可胜数 他攻取了犹大的坚固城 就来到耶路撒冷 那时犹大的首领 因为士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 有先知士玛雅 聚见罗伯安和众首领 对他们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离弃了我 12章1节中记录说 他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众人 都离弃了上帝的律法 但在5节中 上帝通过先知 对此做了怎样的解释呢 上帝说 你离弃了我 换句话说 离弃上帝的律法 就是离弃上帝的话语 并且 离弃上帝的话语 意味着抛弃谁呢 那是离弃上帝的行为 再看一下5节 那时 犹大的首领 因为士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 有先知士玛雅 去见罗伯安和众首领 对他们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离弃了我 所以我使你们落在士撒手里 于是 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说 耶和华是公义的 耶和华见他们自卑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士玛雅说 他们既自卑 我必不灭绝他们 必使他们略得拯救 我不借着士撒的手 将我的怒气 倒在耶路撒冷 然而 他们必作士撒的仆人 好叫他们知道 服侍我 与服侍外邦人 有何分别 正如经上所记录的那样 当人们离弃上帝的律法时 困难 苦痛和栽殃 就会随之而来 这是为上帝的百姓所预定的 现今 怀着天上的盼望 走向救恩的所有真理家人们 我们都要扪心自问 在上帝的话语中 有没有忽略的部分呢 是不是还有不足的地方呢 只要改正这些 上帝就会立刻赐福给你 这是我们上帝的应许 是与人的应许不同的应许 我们通过玛拉基书三章来 查看一下上帝赐语的祝福吧 玛拉基书三章 看一下玛拉基书三章七节话语 万军之耶和华说 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 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 而不遵守 现在你们要转向我 我就转向你们 你们却问说 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 人岂可夺取上帝之物呢 你们竟夺取我的共物 你们却说 我们在何事上 夺取你的共物呢 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 和当线的共物上 因你们通国的人 都夺取我的共物 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 万军之耶和华说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仓库 使我家有粮 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 敞开天上的窗户 轻浮于你们 甚至无处可容 上帝为何设立了 十分之一的制度呢 上帝最终要赐福给我们 上帝不是为了自己的缘故 而是带着这种心意 赐予我们诫命 上帝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吩咐我们 做这个或做那的 上帝要赐福给我们 看一下《出埃及记》 二十章八节 当纪念安息日 首为圣日 我们通过十一节 来查看一下安息日 因为六日之内 耶和华造天地 海和其中的万物 第七日变安息 所以耶和华赐福 他赐福于什么呢 赐福于安息日 定为圣日 各位 上帝为了赐予我们祝福 才设立了十分之一的制度 不是吗 而且 正如《出埃及记》二十章中 所看到的 安息日是上帝为了赐福给我们 而制定的律力 规律和法度 不是吗 有的人抛弃了上帝的律法 有的人轻易地违反了这些诫命 不认为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这必然会导致后果 对一个国家来说 这可能会导致致致命的打击 对一个家庭来说 这可能会导致巨大的困难 可怕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 历代之下十二章一节中 记录了其原因 当他们抛弃上帝的律法时 上帝说 他们抛弃的不是律法 而是上帝 简单地说 就是拒绝了上帝的保护之手 和上帝的祝福之手 其后果是 该国遭受了别国的侵略 百姓在异国他乡 沦为奴隶和俘虏 他们过着奴仆的生活 直到死亡 通过列王纪上下 和历代至上下的历史 可以充分地理解和验证这一点 回顾一下大韩民国的历史 就会发现 继承王位的太子 必须要进行严格的学习 不是吗 在他们学习的众多科目中 历史是非常受重视的 因为历史可以为 没有直接经历过的人 带来人生智慧 从别人的试迹中 学到宝贵的人生教训 罗马书15章中记录说 从前记录的所有话语 都是为了教训我们而记录的 今天我们通过历代之下 12章记录的罗伯安的事迹 充分地领悟了上帝的律法 是多么的宝贵 当他们离弃律法时 上帝说 你们离弃了我 因此 埃及王师撒攻打以色列时 上帝也没有赐予任何保护 上帝已经离开了以色列 所以 他们最终都被埃及征服和奴役 许多人因此丧命 酿成悲惨的结局 看一下14节 14节中说 罗伯安行恶 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 因为他离弃了律法 心背离了上帝 所以圣经记录说 他行恶 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 继续看15节 罗伯安所行的是 自始至终不都写在 先知士玛雅和先界亦多的史记上吗 罗伯安与耶罗伯安时常征战 他们之间不断发生战争 在13章10节 北以色列王耶罗伯安和南犹大一方的亚比亚王 相互战争的内容中 可以看到亚比亚向北以色列耶罗伯安讲话的场面 看13章 看13章10节 10节中说 至于我们 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 我们并没有离弃他 我们有侍奉耶和华的祭司 都是亚伦的后裔 并有立位人各尽其职 每日早晚向耶和华献凡计 烧美香 又在精进的桌子上摆成设柄 又有金灯台和灯盏 每晚点起 因为我们遵守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命 唯有你们离弃了他 换言之就是说 北以色列啊 你们不是离弃了上帝吗 但我们却照例遵守上帝的律法 12节 率领我们的是上帝 我们这里也有上帝的祭司 拿号向你们吹出大声 以色列人啊 不要与耶和华 你们列祖的上帝征战 因你们必不能亨通 耶罗波安却在犹大人的后头 设伏兵 这样 以色列人在犹大人的前头 伏兵在犹大人的后头 犹大人回头观看 见前后都有敌兵 就呼求耶和华 祭司也吹号 于是犹大人呐喊 犹大人呐喊的时候 上帝就是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 败在亚比亚与犹大人面前 当时南犹大和北以色列之间 发生了战争 以色列王是耶罗波安 犹大王是亚比亚 亚比亚是罗波安的儿子 继续看十五节 于是犹大人呐喊 犹大人呐喊的时候 上帝就是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 即北以色列 拜在亚比亚与犹大人面前 他们为何败退呢 南犹大曾劝诫北以色列说 我们常遵守我们上帝的诫命 而你们却不遵守上帝的诫命 不可背向上帝 也不可离弃上帝 要直接来到上帝那里 继续查看十六节 以色列人在犹大人面前逃跑 上帝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 亚比亚和他的军兵 大大杀戮以色列人 损失了多少人 以色列人扑倒死亡的精兵 有五十万 五十万人被杀 各位 一万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 南犹大王亚比亚 和北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征战时 以色列精兵死亡五十万人 造成这种悲剧的背后是 犹大王亚比亚遵守上帝诫命 而以色列王耶罗波安 不遵守上帝的诫命 反而漠视和藐视 最终 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区别 就在于他们是否顺从了上帝的诫命 因这种差异导致了五十万人死亡 我们可以通过历代制下十二章和十三章 继续查看此内容 所以这肉身的征战是预表将来属灵的大征战的影子 在上帝和部署于上帝百姓的撒旦 及其追随者之间将会发生最后的属灵征战 在这场征战中 上帝也强调了上帝诫命的重要性 看一下启示录十二章 我们查考一下启示录十二章十三节上帝的话语 启示录十二章十三节 龙剑自己被摔在地上 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 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 叫她能飞到旷野 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 她在那里被养活一仔二仔半仔 蛇就在妇人身后 从口中吐出水来 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 地却帮助妇人 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 龙向妇人发怒 去与她其余的儿女征战 这儿女就是那首 他们遵守的是什么 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 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即便龙站在比海岸更大的地方 她能打败遵守上帝诫命的人吗 纵观历代众先知的教导 以及全部圣经的教导 上帝始终与遵守上帝诫命的人同在 并赐予他们得胜的荣耀 历史上有遵守上帝诫命的人 也有不遵守上帝诫命的人 在启示录十二章中记录的最后的征战中 有遵守上帝诫命的妇人其余的儿女 也有不遵守上帝诫命的撒旦的跟随者 撒旦的追随者们虽然多如海边的沙鼠不胜鼠 但这毫无意义 不是吗 在上帝看来 这地球就像桶中的一滴水一样 微不足道 请各位仰望宇宙的星辰 思考一下无边无际的宇宙 治理那世界的上帝始终与那些 怀着恩典顺从 火热地遵循上帝诫命的人同在 上帝在历代之下十二章 十三章和启示录十二章十三节中 小遇了我们此内容 上帝通过这些 反复向我们确认了这个真理 看一下生命纪八章 在所有属灵的大征战中 我们要时刻跟随上帝的律例 照着上帝的旨意和教导 与上帝同行才行 我们绝对不能忘记 上帝会不断地自语 在上帝的引导中 忠心生活的上帝百姓的属灵胜利的荣耀 看生命纪八章一节话语 生命纪八章一节中说 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 你们要棘手遵行 好叫你们存活 人数增多 且进去得耶和华 向你们列祖 启示应许的那点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 你的上帝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 是要苦练你 试验你 要知道你心内如何 恳守他的诫命不肯 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生活时 上帝赐予了他们 诫命 典章和法度 经上说 要知道他们心里怎样 肯不肯遵守上帝的诫命 看一下三节 他苦练你 任你饥饿 将你和你列祖 所不认识的玛拿 赐给你吃 使你知道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什么活 乃是靠耶和华口里 所出的一切话 看一下四节 这四十年 你的衣服没有穿破 你的脚也没有肿 你当心里思想 耶和华你上帝管教你 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 所以我们要怎样呢 你要棘手耶和华 你上帝的诫命 遵行他的道 敬畏他 当我们遵行上帝的教导时 上帝最终会赐予我们祝福 看十六节 十六节中说 又在旷野 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 赐给你吃 是要苦练你 试验你 叫你终究享福 上帝为我们 做的所有事 和吩咐的所有事 背后都蕴含着 上帝要赐福给我们的 深奥的旨意 但若不领悟其中 遇含的祝福 不去顺从上帝的话语 那么最终就会失去 这些祝福 我们要知道这一点才行 不是吗 作为天上子女 无论上帝命令我们做什么 或吩咐我们跟随什么 我们都要跟随上帝的教导 才行 看一下生命纪二十八章 生命纪二十八章一节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 你上帝的话 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那么上帝必会怎样呢 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各位 你们相信这些话吗 你们现在在世上最好的教会 你们可以为此感到非常自豪 为什么呢 是谁做了这样的应许呢 赐予此应许的是我们的上帝 人的话语不一定会成就 但上帝的应许必定会成就 经常说 上帝要将我们安置在地上万民之上 但有一个条件 就是跟随上帝的话语 我们若完全顺从上帝 认真的遵行上帝的诫命 就必定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二节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 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 拧到你身上 因为得到的祝福非常丰盛 祝福无处不在地跟着我们 几乎多的要溢出了 希望各位都能铭记这一点 拥有更多的自豪感和尊严感 现今我们周围有许多 只维持教会外表的教会 他们虽然口称自己是上帝的百姓 但对上帝的律力 诫命和法度却一无所知 他们反而以 只要信就行为借口 无视和藐视 上帝的所有律力 典章和法度 但正如生命级八章 二十八章 耶利米书十一章 十六章 四十四章 以及整本圣经中 所记录的话语那样 藐视 背弃上帝律力和典章的人 不分什么时代 总是会面临刑罚和栽殃的咒诅 不仅如此 他们在征战中 也不断遭遇失败 今天我们也要像 犹大王亚比亚一样 能击退五十万敌军的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他说 因为我们遵守了上帝的诫命 所以在这场争战中 我们注定会取得胜利 北以色列的百姓啊 请听我的话 不可敌对上帝 也不可与上帝争战 必不成功 意思是说 他们不能因为拥有庞大的军队而自满 换句话说 他们不应该夸耀自己的人数 亚比亚凭着信心说 上帝必定与我们同在 他的仇敌自作计策 派兵绕到他的后方 在他的军队后面 设下埋伏 但上帝并没有赐予 他们胜利 通过查看此历史事件 我们可以再次确认 引导各时代 各历史的那位 不是吗 我们可以再次确认到 一切都在上帝的旨意之中 引导一切的都是上帝 天国临近了 在天国临近之际 我们要问一问自己 我们是否更加忠于上帝的诫命呢 还是藐视上帝的诫命呢 我们要反省自己 并跟随天上父亲 和天上母亲神圣的教导 直到最后 成为将上帝的律例 典章和法度 教导给万民的恩典的 西安家人们 以此结束今天的话语 谢谢